上來之後 面對的是第四輪的第一棒 張正偉 今天張正偉呢 三打數 有一安打 三壘方向 哇 這個球三壘手掌握得不錯 手都比較淺 但是還是把這個球呢 接到之後 轉向一壘 形成了一個出局 其實接得很漂亮 但是傳球也有點不到位 就是指甲裂掉了 防衛員趕緊上來看一下 傳看看會不會有一些影響 可能兩隻手都瞬間下去擋了 哇 很快 鏡頭來不及拉過去太快 加上陳志偉也守得比較靠前 所以有一點點影響到轉球 不過看起來並無大礙 現在這個球技賽即將到來 大家能忍 可能都會稍微忍一下下 先拼一個先發位置 盡量要避免受傷 這都很難免 現在賴紅塵面對的第二位打者 是二棒的張志豪 張志豪呢 今天前三次的打擊 有兩隻的安大也回來得了一分 還有一個倒壘成功 這次經典賽結束之後呢 當然指的是中華隊的賽事結束之後呢 剛才鏡頭在這局攻守交替 也照到了這個彭哲銘呢 這位連兩屆經典賽的隊長呢 也提出說可能要退下這個國家隊的戰保 事實上這個 包括徵召也好啦 包括像這樣的一個要交棒的意願 其實最終都還是要尊重選手的一個決定 因為事實上這個時間點呢 其實也是畫下一個很漂亮的句點 對 為他的這個國手生涯 那職業生涯反正還在延續嘛 所以其實不影響 還是不影響 那國手的這個部分呢 當然真的事實的一個交棒了 把機會給年輕人來承擔了 其實也是 我們平常講說上台容易下台難 能夠風光光的這樣子 雖然很多球迷不捨 或者覺得還年輕啦 OK啦 明年又有比賽 後年那比賽打不完啦 打不完啦 穿成啦 每一年都有比賽啊 年輕的選手要能夠把棒子接好了 這球打持了一個游擊方向的反彈球 游擊手接球之後快傳一輪 將打擊的張志豪呢給刺殺 游擊手現在是由剛才說在打的 這個林瑋恩呢 來做一個接替 林瑋恩在冬季聯盟之後的調整 進步很多了 尤其是守備的部分 接下來原本應該輪到郭建宇 現在在上隊的部分呢 也換上了57號的陳皓然呢 上場來做一個代打 那陳皓然待會也可以直接來 擔任歪野手的一個守備 現在是仰豬橘雷上面有跑者 好球 那大龍城的控球呢 如果能夠調校的更好 照正的更精準 當然今年呢 絕對會發揮的更加的出色 現在在7局的後半 這一球偏低了 目前搭配的是鄭達宏 那也有球迷當然林基東說 喔好那不要當隊長 就直接當教練 喔怎麼說這就是賣海加加的 千萬不可 萬萬不可 一步一步來 對要一段過程 很多事情都是要一步一步來 選手懂的東西 不一定他當教練他都懂 對啦 那其實 在台灣的職棒繼續發揮 也是對台灣棒坦很大的一個貢獻 所以不要 我當他林基東說 好那就當國家隊的教練 我是轉的還蠻快的 這一種還是要尊重選手的意願 兩好球一壞球兩樣出局 這一球一棒落空 那龍城呢這一局投出了一個 精彩的三上三下 目前3比2還是上個1分領先 請按下 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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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相片 按下 按下 按下